刚毕业的大学生居然把老革命给打了 由于他用公粮喂狗众人十分不满 想把狗杀了打牙记 封城紧紧护着狗子 反抗之中不慎将老流头打伤 老流头不依不饶 逼着厂长开除封城 厂长十分为难 因为只有他知道封城的真正身份 一听冯城是恩人的儿子 老流头立刻红了眼眶 出来端详着冯城 老流头嘴里直呼真相 他让冯城以后用食堂剩饭未搞 别再浪费粮食 见老流头态度突然转变 吃瓜群众看得不尽秀 这就白大了 不就一变子 打就打了 我乐意 我跟他论爷们儿 你管得着吗 随后老流头带着冯城 来到坝上唯一一棵大树下 告诉冯城 这就是埋葬他父亲的地方 老流头摆上碗倒上酒 让冯城祭拜了父亲 接着便席地而坐 讲起了塞喊坝的过去 一百多年前 这里曾水草丰满 古树三天 后来由于当兵的肆意砍伐 绿色便逐渐消失 最可恨的是那小鬼子 光伐不中啊 一车一车的原木 都运到他们这个小岛子上 用也用不完啊 全都沉在海底存起来 你说他缺的不缺的 当年的千里森林 就剩下这么一个 往后塞喊坝 种什么死什么 就成了如今这个鬼样子 冯城深受感动 发誓要留在塞喊坝 让这里重新恢复绿色 此刻围场里正在开 动员大会 鼓励干部上罢种树 但是罢上条件艰苦 种的树死了一批又一批 因此没人愿意去 这时冯城走进来 我申请上罢种树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 申请上罢种树 众人都觉得 冯城脑子怕是被驴踢了 一个学木材加工的 能把树种活吗 种树很难 我离开大学的时候 买了好几本造林的书 冯城的话引来了一片吃笑 专业技术人员 三年种不活一棵树 而他仅凭几本书 就敢大放厥词 种了三年树都没种活 这说明什么 说明派上去的人都是笨蛋 冯城信心满满 发誓要让塞喊坝 重现松涛临海 要让春天再回到这片土地上 口气可真叫大 那你要种不活树呢 那我就一辈子不下巴 这可是你小子说的 一眼几出 四马难追 我要是种不活树 就死在坝上 冯城在坝上住了下来 晚上看书补充知识 白天挖坑种树 哪怕手上磨破了皮 也从不教育生苦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个月 大雨降临这片荒原 冯城乐得像个孩子 不久之后厂长终于带着众人 来坝上验收了 哎 你干什么 这两棵苗子都活了 你凭什么把他拔下来 小伙夸下海口 要把荒漠变成绿洲 辛苦种下一千棵树苗 明明已经发芽 老教授却说 这些树苗一颗也活不了 冯城大写的不服 怒斥老教授胡说八道 遭来领导一顿猛批 老教授不慎在意 觉得他还是太年轻 执行书本 不信经验 厂长不忍打击冯城 上前询问情况 那小子运气不错 今年雨水大 那个放叶率能有个六七成 能活多少 能活个四五颗 冯城一听就急了 辛辛苦苦种了这么多 放叶率还这么高 怎么可能只活四五颗呢 要按照三年前的经验 你一颗都活不了 不可能 咱们三个月以后 见真正 三个月很快就到了 冯城仔细检查着一颗颗树苗 果真如老教授所言 一千颗树苗 老教授全都看过了 大部分已经凉透了 冯城依旧不肯认输 又说树苗有问题 要求再批一千颗 他要亲自选苗 冯城下巴后 精心挑选合适的树苗 见他如此认真 老教授不免欣赏起 这个矛头小子 老教授把种树经验 慷慨地传授给冯城 告诉他种树口诀 还指出冯城在种树上犯的错误 冯城顿时毛子顿开 在老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 冯城种棋树来更有劲头 每天挑水栽苗 细心地呵护每一棵树 然而一年过去了 树苗还是一棵都没活 小伙在地上挖个坑 然后便躺进去等死 前不久女友刚刚去世 而他发誓要种的树 也一棵都没种活 爱情事业双重打击 冯城变得心灰意冷 就在黄沙快将他掩埋时 耳边突然传来伐树的声音 冯城顾不上自杀 拿起铁铅冲上去 阻止一行人砍树 维守的混混不听劝 他还等着娶媳妇盖心房 拿这棵树当大梁呢 这是荒原唯一一棵宝贝 秃子头上拔毛 冯城当然不会同意 难道你没听说过 这是一棵阵风神树 这哪人子疯了呀 这三天两度的挂黄土 挂黄沙子 弄弄棒那帮老爷们们 都娶不上媳妇 一个坚持要砍 一个拦着不让 双方打坐一团 最终冯城寡不敌众 被狠狠扔在一旁 眼看树椅被拒出 一个大口子 冯城疯了般冲上去 咬得混混鲜血直流 接着又踹断锯子 紧紧护着大树 混混恼羞成怒 拿起稿头 欲砍死冯城泄愤 就在稿头马上要落下时 混混父亲其实出现 担心打死人要偿命 老头忙将几人劝走 小六预感到主人有危险 奋力挣脱绳索 冲到主人身边 紧紧护着他 长长等人来找冯城 却怎么也找不到他 有人开始怀疑 冯城是被狼吃了 老刘头突然想起 霸上唯一那棵树 推测冯城肯定在那里 等大家赶到时 冯城已经在这里 守了三天三夜了 看到被包扎好的树 众人才知道 原来冯城是为了保护他 才被人打伤的 经过这件事 众人对冯城刮目相看 更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伤好之后 冯城依旧坚持种树 一坚持就是三年 原本的精神小伙 变成了邋遢大叔 这天局里人找到冯城 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老教授查出毒瘤 不久将撒手人寰 老教授让人喊来冯城 想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他 老教授的想法 与冯城不谋而合 育苗就需要增加人手 渔局长雷厉风情 很快变到农林大学 介绍起塞涵霸的美丽风景 渔局长的话 让同学们对美丽的塞涵霸 新生向往 但他接下来的描述 才是塞涵霸如今的风光 我说的是200年前 由于近100年来的环境破坏 一场霸上了 变成了高原荷漠 低表沙化严重 一年就挂一场风 从正月初一挂到腊月三十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建林场呢 因为刮进北京的沙尘暴 就是从我们那里长驱直入 只有建成林场 恢复植被 稳固水土 才能拦住大风狂杀 保卫首都 保卫毛主席 渔局长康恺激阳的话 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也成功招到了几名大学生 领导对这些学生非常重视 又是修建地银子 又是准备欢迎仪式 而在坝上种树三年的冯城 却觉得 这些大学生吃不了苦 肯定留不下来 那么事情真会如冯城所预料吗 这个我们下集再讲 想要看好剧 记得点赞收藏 大猪蹄子 感谢您关注